台北市國民黨前市議員羅志強 在臉書上貼文 質疑民進黨金融市長候選人蔡世英 利用公有土地悬挂廣告布條 对此蔡世英做出了回应 选举的过程当中 各个阵营都会挂许多的看板跟布条 我想我们挂的看板跟布条 如果有妨碍交通的部分 我们收到讯息 我们会请我们的支持者 就尽速把它移除 符合相关的规定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这场选战我面对的对手 是一个超级金牛 你可以看得到他的看板 全金融市满天飞 我想大家市民很清楚 从光看板这件事情 就可以知道谁是财力雄厚 而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包括市长 市议员及里长各候选人 悬挂布条 违规情况屡见不鲜 金融市环保局11日趁着天气好 派员在各区展开了稽查 只要在违规的地点悬挂 不分党派通通拆除卸下 接受民众的陈情 然后依据公职人员选拔法 第52条第二项 然后不分政党党派 只要违规的旗帜 我们都一律 期去一律拆除 然后今天总共拆除了 500面以上的竞选旗帜部条 那个竞选旗帜主要是在道路 然后桥梁 还有公共设施 及所有党土墙 然后还是呼吁所有候选人 还是依照规定 悬挂竞选旗帜 环保局目前尚未寄出罚款 若有候选人再持续的违规 竞选旗帜可以比照小广告 依照废弃物清理法 查到一支处分1200到6000元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